今晚要来共同欣赏的诗 绝句 送 吴涛 游子春山 已是丹 桃花飞沁 也没酸 怪来一夜 蛙生歇 又坐东风 时日寒 这首诗 前两句 以视觉角度 展现暮春时的合力景色 后两句 以听觉角度 从细处描摹气候转变 诗人善于捕捉细节 把难以表现的气候特征 写得非常细腻 前两句写 游子春山 游子常年在外 对气候冷暖的变化 最易感知 此时 游子脱去冬衣 而换上单薄的春衫 这个视觉形象 反映出气候的温序 又给人一种舒服 轻松的美感 一个诗字 写出游子的心理状态 欲有因气温不稳定 而常试之意 也为后面的 又坐东风 时日寒 埋下伏笔 次写桃花 于野梅 桃花于种春开放 但此时已飞镜 梅花于初春开放 下出结梅子 此时则 野梅酸 二物皆足以显示 江南三四月的特征 写桃花 仍从视觉角度 不仅桃花二字 有色彩感 镜前观以飞 又显示了动态美 写梅则从味觉角度 一个酸字 足食口舌生精 这两句写气候乍暖 点出春夏之交的季节 后两句写呼喊 世人的审美感受相当细腻 也很会捕捉典型细节 怪来一夜挖声些 这是从听觉角度落寞 写气候忽冷 是人很会捕捉典型的细节 先是从听觉角度着笔 前两天气候占暖时 田蛙也为之欢欣歌唱 增添了暖意 但忽然 一夜挖声歇 却令人感到怪 又坐东风 时日寒 原来是气温又变寒 青蛙与气温变化 极敏感 他们躲进洞里 声息全无 正显示着东风时日寒 此句又从触觉角度来写 时日与一夜相对 时间更长 但毕竟已是东风 此寒自是强弩之末 不必为之生畏 这首诗纯然写春夏之交 人们对炸暖缓寒气候的体验 并无深刻的寓意寄托 但选材精道 体验细致 有跌宕折之志 诗人注意全面调动各种审美感觉 从视觉 味觉 听觉 触觉等角度 进行描写 使诗的意境显出多层次 多侧面具有立体感 给人以更丰富的美感 语句清晰 体验真切 通过典型细节和景物描写 表现游子对季后变化 特别敏感的某种心理 好了 最后我们再来一起诵读一遍 绝句 诵 吴涛 游子春山 以试丹 桃花飞尽 也没酸 怪兰一夜 蛙生些 又做东风 时日寒 好了 各位室友 今晚的诗词 与您的诗诗